高麗菜左右首个爆一颗 拿到柜台结账 加上大陆妹等各种蔬菜 好几大袋竟然不到200元 开小吃点的老板娘 刚结完账又去抓了好几把 因为菜价真的太便宜 说要多买一些炒大盘一点 给客人吃 给多一点 便宜的话我都给很大盘 蔬菜摊随处可见高麗菜身影 零售价一斤不到20块 消费者直呼买到真的赚到了 只是面对开心的消费者 农民可是苦哈哈 高麗菜批发价 从年后开始持续下跌 2月25号每公斤均价还有21.3元 到了28号已经剩下14.3 3月7号掉到10.4元 月中变成个位数只剩9块 虽然3月底稍微回升 不过禁止日又在9块到10块 直接上下摆动 一斤50几一直跌跌 现在这个价钱农民赚不到钱了 再来他可能就是要全部翻掉 做肥料 就因量多价跌 产地甚至出现开放自采 一颗10元等低价 也有蔡农认为 农粮鼠的预警系统根本没用 但是种下去的时候就看后来接近2、3月的时候 突然天气就很热 消费量上减少 那品质降低的情况下 那在它的价格上就普遍就下跌了 我们都会发疫情 我们只能是规劝道德 说风险当中我们也要自己要评估 农粮数每10天发送通知 1月上旬和2月上旬 都显示黄灯 未达警戒值 就连2月中下旬也都显示黄灯 虽然说产季末期将至 官方预估价格将会逐步回稳 不过依照市井灯号来看 4月中旬都还是呈现产量过剩 蔡农想渡过难关 恐怕还得再等大半个月 八道新闻 正续卢志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